Bonjour,大家好,我是麦克老师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当在法国 如果大家听到别人对你说mercy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回复 首先我想先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 就是non merci 很多人可能直接脑子一乱 突然反应出来non merci像英语一样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non merci这个词在法语里面并不存在 所以我们不能用它作为对于mercy的回复 那最常见的一种回复的话 我们把它划分为两种 一种是je d'en prie 一种是je vous en prie 首先je d'en prie的话 我们是对于比较熟悉的人之间 也就是说大家的同龄人小伙伴之间 我们对于mercy的回复可以用je d'en prie 那je vous en prie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变动 就是t这个词我们变成了v 那变成v的原因的话 就是我们会对于别人的话是一个尊称 那这个时候大家需要注意 我们一般对于长辈了 或者说是陌生人之间的话 我们都会用je vous en prie 那这是我们在对于mercy回复的时候 最常见的两种表达 它的意思就可以直接理解成为不客气 我们在任何场景下都可以去使用的 那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de rien这个词 这个词的话 在法语口语里面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它的意思就是没什么 它的应用场景的话 一般就是当我们去帮别人解决了某些麻烦的时候 别人会对你说mercy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答de rien 那比如说当我们在进入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帮别人开了一下门 那这个时候别人都会非常客气的跟你说一个mercy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回答就可以用de rien 它的意思就是说没什么不客气 举手之劳这个意思了 第三个我们要说的就是avec plaisir这个词 大家可能也都听到过 其实它的使用场景的话和de rien是差不多的 一般是我们在帮助别人去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别人对你说mercy 我们可以用avec plaisir来回复 那它的语气的话要比de rien更强烈一些 也就是说非常乐意为您效劳这个意思 那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分开场景去选择 如果不想出错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re vous en prie 如果想表达举手之劳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de rien 如果想表达非常乐意为您效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avec plaisir 小伙伴们都学会了吗